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国政与明年如何看待技术教育 技术教育在这个年头 近几年来一来月 我到没有附庭 就纯粹是技术教育整体上合约 它的前景跟马来西亚 明年及 国政的政策到底是什么 请时间三个阵子 可能我们讲的太过激烈了 联储持人总认不出我们是国政 还是女人 在这里有个小开始 谈那个技术教育之前 我必须要谈的 就是刚才我不认同 外面天强所讲的是说 不要让政治人物搞教育 我觉得呢 如果那个政治人物的专长呢 是在教育方面呢 为什么我不可以 用这个政治人物呢 提供他的看法 提供他的专长去感知一个 一个所谓的我们马来西亚的教育呢 我们不要的是什么 我们不要把教育政治化 这个是我们不要的 可是我觉得政治人物 如果是我本身我在教育方面做得很好的话呢 我有研究的话 为何我们不可以在教育这方面 给我们小小的一些贡献 所以呢在 机制教育方面呢 其实就是说我们一些所谓的 所以在国政政府方面 不只是探讨国家的大学 可是在机制方面的教育呢 我们也是非常的注重 为什么呢 因为在马来西亚在朝向国家转型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用到大量的熟练工人 这个也包括了一些技术人员 刚才我也所提到的 为什么那些资本的汽车行业 要在泰国里面做出最大的投资呢 就是因为他们有很大量的一些技术人员 而马来西亚就是这方面就是群伐 所以呢我们要的就是一个全单位的人力资源的开放呢 也是包括了所谓的我们所谓的机制教育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觉得重要 然后国政政府怎么样去做出努力呢 提高我们的机制教育呢 第一呢我们就做了四大策略 来推广这个主流技术的机制教育 第一呢我们就要看老师哦 所以我们要提供一万一万三千两百名的老师呢 培训他们呢在机制教育方面 有了老师以外呢我们就要更多的学员呢 就是说更多的马来西亚人呢 在这个机制教育里面 除此以外呢如果你要有更多的学员里面很重要的是说 到底我们的学员可以不可以学义之用 可以是不是符合市场的需求 所以呢整个课程方面技术的课程方面呢 我们都是以市场的需求的市场的要求呢 而设定我们的基础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所在所做的一个四大策略方面 然后在在机制教育方面呢 我们也是制度化的去做 然后在我们的首相呢也是有 在马来西亚呢有八十八所 八十八所呢是纯技术学校的 如果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好的例子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王福跟WIP 这一方面呢都已经做到很成功 好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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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呢我们的这个这个基制教育呢 在过去的三十年来呢 他是不断的下滑 包括我们的教育部长哦 刚刚讲他是好像一个孤儿这样 好我们 是一个发展的国家 他的教育呢 应该是七十八先是这个基制 而三十八先是学术 马来西亚是盗盘 马来西亚是接近一半是学术 只有另外一半是基制 而且不断的在先做 不断的这个这个拓盘越来越少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政府正在玩一个数字游戏 每一天他要看我们在各种群里面 有多少个马来人工程师 有多少个马来人的医生 有多少个是马来人的这个大学生 他这样的比较 造成一个很恶性的效果呢 就是真正学生参与这个基制的 可以给他们制造就业机会的呢 就被遗忘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新年孤儿 照顾出培养出一些大学生出来 他是拿到文学系毕业 他或者是宗教系毕业 或者是工程师毕业 出来找不到工作 政府说 我们还有一个 special training 你们大学生去学农业 去学做木匠 去学做基建工 我想花了四年去年大学 大学出来政府说 你们应该去学基建工 那么那些人不选不做的时候 政府说你们这些人很挑剔 这些大学生不肯做这些 肮脏的工作 这个就等于说 这个政策呢 出了问题 所以我们一个比较健康的发展呢 应该是 这个基资教育和学术并重 甚至呢 应该更加重这个基资的教育 而不是只是 强调这个大学的先后 所以这一点呢 是我们觉得要改变的 这样也可以提升 这个基资的工人 高薪水 减少依赖外劳 减少依赖这个低 技能的这个工业 所以我想呢 回到来呢 政府应该多强调 这一方面的发展 而不是只是 为了从门面 一直推动这些大学 而没有真正的 去照顾到工人 和这个技术工人的需要 谢谢大家 请国政的复工 时间两个钟 好 谢谢主持人 其实这个国政政府 本来有率先在15件 国内的中学的事业性的推行技术 与技职这个教育 同时也有建议呢 提款到这个小学里面 所以外面天天讲的可能 看到的这个问题呢 其实也有对对真相要在做做改变 所以至于这个技职教育的话 刚才外面天天有讲到说 我们很多大学生不愿意做这个肮脏的东西 或者做比较低级的 其实每一个国家的化妆呢 不只是在这个学术上 大家都要做管理 大家要做经理 打开在这个 在企业界里面 但是有时候 你真的是要实干 所以尤其是 因为这个技职教育 可能很多时候 我们默默的来自 很多家长都可以的话 不要让我们的这个孩子 去选技职教育 最好的时候他们 去学一个什么商业管理 市场学啊 或者去做医生 做做这个经济师 同时 因为这个师办大学呢 进来这十几年来呢 办了很多 一加二啊 二加零啊 三加零的 太容易选择 所以以前要读大学做大学生的话 真的不容易 今天呢 随时 只要有个考虑进去 读一下 转文签出来 就是一个 这个大学罗兵 要不然呢 就是买罗兵 这个是一个事实 所以我在面试很多 我的功能的时候呢 英文有问题 这个可能打交道有问题 态度有问题 来面试的这一些 呃 迟到的也好 或者是呃 呃 有了怀孟不来的也好 所以呢 今天是因为大家都是 自认为是大学生的时候呢 就认为这些比较出众的 用一些技术的 要去创新 或者是 要去创造这些呢 都不愿意做 他说最好你去创造了以后呢 我加以管理 我加以给一些 呃 呃 什么呃 这个纸上谈病的一些计划 所以我认为 这个机制教育呢 从今开始呢 是必须要注重的一个环节 就是刚才能讲的教改 为什么愿意先进来 稍微的老板进来 我个人的看法呢 其实是这样实在的 谢谢 OK 来 呃 先回应 最近刚刚前面一回来 看到说 如果你研究经济的话 就不受大根法律影响 那请回去看一看 呃 呃 左摩教授 为什么最后出走去联合国 或者是 台论 高麦斯教授 为什么出问题 呃 关于 技职教育 我觉得技职教育 就跟终身学习和延续教育 可以结合在一起 好 我因为在槟城的关系 所以跟民政党 川办的宏愿大学的一些 董事朋友都很熟 还有一些负责人都很熟 宏愿大学 一直面对这个问题 是收声收的不够 一直没有很多人 这个是远距离大学 Open University 呃 呃 校长是很出色的马来西亚人 甚至在英国 还有在香港 拜托的这个 呃 所谓的开放大学 归根究体制 在香港 如果你多拿一个大学文凭 你的薪水会反备 在马来西亚老板跟你讲 哎呀 你这样要去 晚上要去读书算了 我请外劳 哈哈哈哈 那是根本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经济没有想法 我们 因为每期个外劳 印尼有人赚到钱 这里又有 旁堂赚到钱 所以我们拼命鼓励外劳进来 根本的问题 继续教育 终身教育 延续教育 都是要靠 你在经济上 不断的往上追求 我们讲 这个生产力 生产力 不能只讲生产力 要有讲 心机 要有讲 这个 呃 知识 还要同时结合一起 大家 生产力 知识还有 心机都往上提 这个经济 才会往上提 如果这个经济 没有这样子往上提的话 就不行 所以根本的问题 就像我讲垃圾车的故事 那回到去 根本问题是庞达 是制度的问题 经济没有这个制度的改革 没有制度的调期 那我们就会重新 一直在现在 这个离调里面 谢谢 好时间到了 好 我是好人家的张雨天 剩下最一分钟 来 请讲 啊刚才不是有说到 那个 啊政府呢 有帮助这个 独中 的学生 能够申请BDM 还有其他的GP等等 免住金等等 那么 政府又不承认 这个同考文明 那这 是不是呢 政府在这方面呢 有存在很矛盾的这个 很厉害 谢谢 今天所谈的教育 口口声声的 过得在讲 改革 教育政策 改革教育 但是我们发现到 零教的问题 整整二十年到今天 很可悲 就是要做零教 就是要有心在教育地 发展的 就被教育官员 想拿到我们 比我们的 魏家圈还要大了 还要大了 魏家圈讲的话 你就是魏家圈讲的话 我也不听 就好像是 所以 所以 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的问题是 我的问题是 这个教育 能够不能入姐姐 为什么 我们的零教 到今天 才能入姐姐 我这个 我这个 来个 我身身尊敬 尊重华人 为什么华小药 半一天 全一天 对不起再重复一下 华小药 半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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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这样子 干嘛不能说 我华人嘛 我正誠誠讲 尊重的我华人 要干嘛 我想请问 这个问题就是 因为我们 这个首先是 产商都本一天 为什么我们华人 是用 STPN的成绩进 这个大学 而马来人 是用 义克兰的成绩去大学 就是讲 两种制度 就是 进同一首大学 为什么 华人用STPN 那么STPN 又很难考 西北南考到 然后 然后 又 技巧大学 这个技巧大学 这个不打字 那么 造成很多华人 要 因为这个不打字 因为有辈子度 给他一些 不喜欢的科系读 结果就去补实力 所以 两华人再重 也不能够穷在一起 就是因为 这个不打字 跟这个 啊 制度下 造成很多华人 这个 当时很重 这个很大量 在这个 这个教育大学 尤其是进入到这个实力学院去 好 谢谢主持人 关于这个灵教的事情 在座的观众 大家也看到一个 一个事实 就是这个 关于的一些问题 所以 有些 尤其他报上这个书记的时候 很 上面 很正式的处 这个这个是我们要面对的 今天 我们可以说是在这个 国阵底下的 呃 国阵底下的这个 这个 这个官员 如果这个是明年有一天 自证的时候呢 我们要面对的 这个是必上有事 就比如说 我来自吉隆坡 dbkl 市政局 包括那一个 nbij 书邦 书邦家有很多事情 你在找他们的时候呢 他们也是推参推死的 他们可以 顾 页 对不对 也不过 nbij也是在这个 明年写作的这个 执政之下 这个小达破仑呢 已经形成这一个 一个病毒 所以我们这个 谁 执政上 上任的话呢 都是要去 去面对这些官员 在 从中 然后做可能 在在走这个 中间路线 至于这个 manjian 比如说拿不到一些 这个科系的 就是他们在申请的过程 当中呢 其实很 我们这个 马金教育局在处理的时候呢 当他们讲出去的时候 我要的科系拿不到 但是你真的 深入去了解的时候呢 有时候他们的成绩 是不能 不符合的 他不会他们告诉你 因为我们做了很多的 案呢 在平行耳朵有一些呢 他们会把事实讲出来 这个是我回应的一些问题 谢谢 我要回应那个 半经贴的哦 所以为什么 为半经贴的 呃 原理呢 是最主要 在我们一九五十七年 还没有 杜利之前呢 其实 华人有华人的学校 马来人有马来人的学校 印度人已经有印度人的学校 所以当我们杜利落后呢 还在我们的教育法令里面呢 如果是一间学校需要全津贴的话呢 那个校地呢 一定是要 我们的教育法令里面 好 你不要把地交给政府的 的话 就由你们自己 所谓的我们有那个 董事务 我不懂把你讲啊 在基隆坡里面 有的陪财小学啊 这些都是由朝中会馆 争取出来的学校呢 都是由董事务来面去操作 去管理 董事务的权力很大哦 他是不是可以改掉 换掉校长的哦 所以呢 所以这个就是国政政府妥协 第一还是保留给华小 可是说其他的学校的老师啊 店啊 谁啊 全部都是由政府津贴 然后更何况我们的副首相 也是刚刚宣布的就是 我们有1700个华小跟淡小的 半津贴 可以把它全部变成全津贴 这个就是我们的成果 然后我们自己有谈到 MATRIKULA CRSTPM的 西北韩国考的 还不是真的哦 那个因为我是考STPM的 我不是Undermatrix的 我们甚至有去访问过 我们的首相MATRIKULA的时候 我们也有要求啊 民政党有要求啊 为什么我们的大学 不可以based on merit 就是说我们就是你考成绩 好的话你就进去 然后不好的话 你就不可以进大学 这个就是我们的要求 你知道那时候的首相 告诉我什么吗 如果是MATRIKULA就讲说 如果那时候啊 那个时代他自证的时代啊 如果是based on merit啊 他讲说 进去大学呢 不是华人就是印度人 就是没有马来人的现象存在 所以呢 就是因为这样的情形呢 因为马来人里面 他们就是呃 所谓那时候自证的时候 马来人也是占60多巴仙 所以才有纯粹 跑出一个MATRIKULA CRSTPM 就是给他们比较容易进入大学 所以我的时代呢 不用谈MATRIKULA CRSTPM 不用谈的 可是现在呢 MATRIKULA CRSTPM是公开给华人的 我甚至我这个比较 感到这个比较往昔的 是甚至有一些华人的子弟啊 那时候我在工大教书的时候 有的拿到MATRIKULA CRSTPM啊 可是他们偏偏不进去 他们以为这个是恶恩的 没有所以呢 这个就是华社固寄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是华社有拿到MATRIK 请你们也是有约的申请呢 我这是政府肯定会提的 然后至于同考 同考为什么 你讲说政府缺乏诚意 为什么不要承认同考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呢 现在也是在妥协中呢 要承认同考的就是说 同考里面的 我不懂你们懂不懂 是说同考里面的考试题啊 出题啊 当事啊 是怎样的吗 你们都不懂哦 那个肯定就是由硬皮教授才肯定 时间大啦 哈哈哈 好 所以 世界上承认对 可是那时候是外国 他们以为大我说 为什么外国承认和MATRIKULA 世界上我们可以试一下教练 OK好 谢谢 来我们接下来把这个时间就交给明天 时间五分钟 一样的针对观众的提问总结 好今天教育的问题 我想这个 当我们办教育的时候 他有两个理念 我们先要搞清楚 第一 这个理念 看来他 他不是完全的冲突 有的人觉得 教育是一个本权 一个权力 而每一个人 必须要有 这个受教育的权力 另外一个比较工具化的看法 就是教育是 调整这个社会不公平现象的工具 所以这两个呢 政府在第二者里面 的确是强调作为这个灾分配和平均社会不公正的这个现象的一个工具 这个我们没有反对 但是当他过头强调某一个层面的时候 现在忘记了 交易也是一个人权 而每一个人 不管是部分种族 部分种教 有效受教育的权力 所以明天的建议是 重新调整这两个东西 第一 我们必须要尊重 教育是人权 每一个人 有权力受教育 第二呢 作为有效的 平衡 社会不公正的这个 发展的工具呢 现在是做得很失败 然后因为 所拿到奖学金的 可以租大选的 不见的是 真正是在社会上的 弱势团力 那么我们谈不打字的时候 也是这样 孤党 我们不应该继续以种族作为孤党 如果真的是有一些 OKU 这些产战人士 有一些是从乡村来的 他的分数没有办法进入大学 或者没有办法进到这个医科 我们可以作为小调整 让他们有机会进去 像我刚才讲的 他出来的成绩他不可以妥协 他出来必须要经过严格的这个水平 所以我想这个整个问题呢 固打的问题呢 我们要废除的是 种族固打字 固打只能用来协助做事团体 而不是用来 帮助调整种族的配比率 所以这一点呢 是明年所不同的 但是我想呢 如果大家没有看过陈秘书 我在这里讲不完 请大家上网看一下 很多东西我讲的 其实已经陈秘书提了 其实陈秘书已经提过制度化破款 制度化这个学生的收入 以需求而分配学额 分配奖学金 而不是以种族来分配 这个是我们写在整批书里面的 所以这一点呢 另外呢 这个教育上呢 教育的社区化很重要 不是因为这个土地是属于 潮州会管的 所以他哪班今天 这个土地是属于政府的 他哪权今天 其实这个是没有道理的问题 然后因为受教育的学生 都是马来西亚的子民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要的建议 刚才我们说的 制度化破款 不管它是属于 什么性质的学校 我们多强调一些社区管理的 这个学校 那么就包括这些华小啊 包括这些 一些社区办的学校 但是他们所收到的支援贴 是应该一样的 以学生人口而获得增贴 而不是以他的这个 所谓他的语言媒介 或者是他的土地性质 来决定他是不是可以获得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也强调 在如果我们执政的话呢 我们会朝向这个方面去做 谢谢大家 谢谢 现在很多人在谈啊 这个大选前要成为统考文凭 然后刚刚 听到说 统考这个考译正常出的 统考是在1975年开始考的 我还没有出四 75年到现在37年 我们当然希望这个大选前 就能够解决了 就可以比较好 不用再谈 奖学金其实如果真的 执政以后有很多东西要谈 包括说 你是说要把 我们要实际上把 一万一千个学生 送去外国 读 大学本科 还是说我们 把他们最好的人才 留在国内 留在国内大学 只是把他们送出去读 硕士 国士 这些都是需要重新检讨的 但关键来说 我们对 总结来说 我们对 人的看法 好不好 那 请注意看 因为刚才华柴柴柴柴柴 你是有一些异无异境 什么 我们就个别阵 给他们 同意给他们一分钟吗 我只是要总结 我们对 刚刚经常讲 也是我们在讲的 我们对马来西亚的看法是 我们要协助弱势 然后我们对 顾打的想法是这样的 就是 底下的人 弱势的 40% 对地收入的 乡区的 可能 比如说残疾人士 或者在某些领域上 比较少女性的 这是我们觉得说 顾打是要这样子的 我们要摆脱 摆脱种族主义 顾打 在经济上的顾打 在各方面的 都必须摆脱种族主义 只有摆脱种族主义 我们才看到人真正需要 那这是我们希望的一个 人本的社会 不只是以种族 我们超越种族 我们看到一个新的马来西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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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